山林间,低垂的弯月挥洒着最后一丝光芒,竭力抵挡着黑暗的侵袭。 然而,这终究只是徒劳,整个世界很快就要陷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 夫人,我轻点了一遍,少了三十多个兄弟。 这么多吗? 那拉眉头紧紧皱起,对这个数字一时难以接受,可是我们冲出来的时候并没有遭遇激烈的战斗,怎么会少这么多人? 应该是有不少族人没跟上队伍,陷在了蓝皮部落的营寨中。 那拉点了点头,随即毅然起身,道。 我现在就回去,将他们带出来。 夫人,您千万不能回去。 是啊,母亲,你去了,估计就出不来了。 那塔利也紧紧抱住母亲的手臂,似乎生怕她真的一去不回。 不,我必须回去。 那拉坚持道,是我将他们带到了危险之中,也理应由我带他们出来。 夫人,那我们跟您一起回去。 不,你们留在这里,若是我迟迟不回来,你们就带着那塔利走。 我不走。 那塔利吓得都快哭了。 那拉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小手,笑着安慰道。 别担心,情况未必会这么坏。 据我所了解,那位河湾贵族并不是一个尸杀之人, 更何况我们尤雅部落并没有参与到利尼亚的阴谋中去,他应该不会为难我们。 那您也该多带些人手,以防万一。 不用。 他若真的要对我不利,就算我将尤雅部落所有人带去,也拦不住。 众人文言都沉默了下来。 尤雅部落只是个小部落,人数总共也就五百不到,而且大半还都是老弱富儒,确实没法跟强大的河湾人对抗。 好了,你们不用担心,我没有收到神灵给予的警示,说明此行不会有危险。 安抚好族人,那拉认准方向,独自走入了黑暗中。 所以说,我的领名将增加九千三百多人。 是的,大人。 加文顶着淡淡的黑眼圈,道,这是十三个部落人口的初步统计,最终结果可能会有些许差异, 但应该不大。 山姆威尔妈撒着下巴,却有些愁眉不展。 领地的人口增加当然是件好事,但增加得太快,就让人发愁了。 这九千多人,加上原来虎牙部落的两千多人,都超过一万人了。 而这仅仅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。 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开拓的领地来说, 这已经不是人口暴增,而是人口爆炸了。 领地的存粮本就快要耗尽,这时候人口暴增简直是火上浇油。 原本两千多人,山姆威尔还能去青亭岛忽悠一波投资, 撑过这一段时间。 但现在猛增到一万多人的口粮,这还怎么忽悠? 真把派克斯特伯爵当成大冤种了。 而白兰地这棵摇钱树正处于萌芽阶段, 还没法立刻给领地带来大笔收入。 想到这里,山姆威尔终于还是叹了口气, 只能决定暂时将这些新加入的领民散养。 我们现在供应不了这么多人, 所以,昨晚降服的两千多名俘虏全部放回去, 让他们还按照以前的办法, 去狩猎,去采集。 是,大人。 家文点头硬下,心里也觉得有些可惜。 虽然他能理解领主的难处, 但也知道现在若是将这些俘虏都放了, 那以后想要再将他们聚集起来可就难了。 可惜,如今领地的粮食不够养这么多人, 否则,这么多人送去修建城堡,那多好啊。 还有酒庄,现在也急缺人手。 但这些俘虏还真不能动, 毕竟他们都是十三个部落狩猎的主力, 若是被送去修城堡了, 那部落里的其余野人都会遭遇食物危机。 所以,除非鹰嘴鱼有能力供养全部的九千多名野人, 否则,这些俘虏必须放回去。 想到这里,家文又问道, 大人,那福利院是不是也不收这十三个部落的老人和幼童? 沙姆威尔想了想,还是一咬牙道。 收,否则,这些部落的人心都要散了。 是。 沙姆威尔叹息一声, 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动身前往青亭岛了, 不然自己的领民真要喝西北风了。 另外,新加入的十三个部落也全部改为村寨, 你尽快拟定一份村长人选名单, 记得全部用属野人。 沙姆威尔口中的属野人, 其实就是指与河湾人通婚的野人或其亲戚。 比如家文的新婚妻子乌娜, 还有小舅子乌茶。 沙姆威尔这次非要除掉那些部落首领, 就是为了方便安插自己信任的人, 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这些野人村落。 他可不想等自己离开后, 野人又开始暴动。 好的, 家文连忙记下, 随即又问道, 那赋税呢? 也是参照虎牙村, 免三个月。 沙姆威尔迟疑了一下, 终究还是点头道。 对, 虽然领地财政艰难, 但他还是打算一碗水端平。 毕竟现在收买人心最重要。 而且, 那些野人穷得叮当响, 就算真的收税又能收上来多少。 狩猎和采集, 这都是效率极为低下的生产方式, 野人们养活自己都勉强, 真要让他们缴税, 山姆威尔都觉得良心有愧。 当然, 三个月后, 该收还是得收。 哪怕收上来的税又荡成福利还回去, 也必须收。 这是领民的义务。 真要继续免税, 估计不用多久, 就没人还记得自己头上还有个领主了。 更何况, 山姆威尔已经建了福利院, 帮领民们赡养孤寡老幼, 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, 收些税也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活。 随后, 两人又讨论了一些安置野人的细节。 结束后, 山姆威尔正准备去补个教, 谁知侍从卡图却跑来会报道。 大人, 有位自称尤鸦部落的组长要见您。 尤鸦部落, 请他过来吧。 是。 昨夜得知尤鸦部落的大部分人都趁乱逃走后, 山姆威尔还很是失望。 因为这个部落可是掌握着幽魂草这种能够提升他精神属性的东西。 之前虎牙部落的人替他去向尤鸦部落发出邀请时, 却被对方拒绝了。 他还在发愁怎么跟对方联系, 没想到现在, 尤鸦部落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。 山姆威尔当然知道, 对方应该是为了那些被自己俘虏的族人来的。 思索间, 就见一个身形高挑的女人走进了木屋。 深色面纱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, 露出一双紫色瞳孔的眼睛, 深褐色的长发披在尖头, 身上露皮衣服简陋而粗糙, 却依然遮不住那一股神秘而高贵的气息。 他迈着优雅的步伐来到山姆威尔面前, 俯身一礼, 道, 尊敬的凯撒大人, 我是尤鸦部落族长, 那拉, 代表所有族人向您致意最诚挚的问候。